在山越來越高水越來越深的台灣星海爭霸圈子裡面究竟是誰能夠奪下這一季的TSO超級聯賽的一個冠軍大號 我是今天的主播收費老師張天奇在我旁邊請到的專業賽評是我們的遠景霍輝哥 收費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輝 對 那今天的一個賽事一樣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可奇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戰績表的一個部分 好 我們來看A組的一個部分 我們看到今天會出賽的選手分別是我們的REX兩勝兩敗的成績 今天打的最後一場 他今天遇上的是Daisy 是我們的韓國的神族選手一勝一敗的一個成績 好 那再來B組的部分今天的一個出賽 好 結果今天出賽都在A組 不過B組目前看到是HES以及Sent戰局領先 Slam Vania緊追在後Fitzer已經打完了 Husky要好好加油了 還沒有開湖的一個成績 對 那今天的一個隊戰組的分別是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Chitos對上的是Chick 好 這是第一場的一個隊戰組合 對 那Chick他原本的戰績是零勝兩敗 那在昨天開湖 在前天開湖 那是一勝兩敗的戰績 那對上的是Chitos Chitos目前是三敗 Chitos是還沒開湖的 對 還沒開湖 對 那對手一樣是非常非常硬的Chick 那這一季呢 我剛剛在外面還在跟Chitos講說那個 你這一季還沒有贏過 對 一個嘲諷 沒有 我是想說用激將法把他的潛在的功力 把他的潛力給激發出來 把他的潛力給逼出來 對 一個就是一個嘲諷臉 你是不是還沒贏過 他這樣騎到不行說不定等一下爆氣 對 有可能就爆氣啊 對 有沒有感覺熱熱的 對 有沒有感覺 自自的 自自的 對 自自的 對 後面一直戳 一直戳 用吹風機一直吹 對 好 加油了 喔 這個 不過確實Chick這位選手實力還是非常非常的強大 對 雖然說開技 對 雖然說開技的時候 一場是輸給AK啦 對 那 然後另外一場是輸給他的隊友 那就是 雖然說他輸了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他還是打得很好 對 表現都還是有一定的一個水準 而打Rex的表現 雖然差點也是一度 差點也是一度要輸 一度要輸掉 不過也是後來回穩 也是逆轉打回來 那反而是去到這邊 好 我們來看第一張地圖要在哪邊進行對局呢 好 在我們的六號研究所上面的一個對局齁 兩邊這 呃 第一張地圖因為是聯盟抽出來 不過因為其實是同族內戰的關係啦 對 所以其實也比較 對 但這張圖相對於其他圖比起來還是 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不然他的二礦口是比較開的 比較開闊 對 而且這張地圖我覺得最特別的在於 左上右下和右下左上是完全不一樣的打法 對 完全不一樣的打法 對 要用完全不同的戰術來去做贏 對 因為這樣就等於是兩張不同的圖 因為三礦好開和三礦難開差很多 對 而且還有二礦好守跟二礦稍微好守一點 對 二礦不好守跟稍微好守一點 對 其實都不好守啦 這張地圖二礦其實都不好守 對 相對的比較大啦 對 但你並沒有什麼窄口可以去賭 對 但是還會有更難 對 還有難上加難 對 還有那種四顆星以及五顆星的差異 對 那這個大概是四顆星的差異 對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開局一個部分齁 好 那我來報一下點灰吧 好 在地圖 對 在地圖一點中方向 藍色 藍色的衝突是來自懷Spider的Check 我們韓國選手Check 對 那在七點中方向 紅色 紅色的衝選手是來自懷Spider的Cheetos 對 那在這屆的比賽裡面 真的是很希望台灣選手能夠加把勁啦 對 真的 真的 對 我真的很希望能不能夠留下 好想把冠軍留在台灣 對 上一次超可惜 對 上一次超可惜 真的 HES是3比4席敗嘛 對 一度大家都覺得難道說HES這次要拿冠軍了嗎 但是很可惜就差那麼臨門一角 對 真的就差那麼臨門一角 所以在這一季的一個表現 不過雖然現在講這個還太早 因為畢竟還沒有進入季後賽 對 連季後賽都還沒打到 對 但是真的很希望 台灣人可以拿下冠軍 對 能夠把季賽的冠軍留在台灣 對 其實從那個引進 就是韓國選手來台灣打比賽後 其實很多次台灣選手都跟那個冠軍只差一點點 對 差深了 包括以前的SAN曾經打3-4 2比3還有2比4 對 然後就拿亞軍了 對 雖然後來也只有0比4的 不過我已經忘記了 對 我也忘記了 跟你剛剛提起來了 欸 到底是誰提的 其實好像還有第三個 其實他也是有打以上啊 他有在那個小組賽的時候 然後2比0 2比1 對 也是有打贏過 對 從此之後就 從此之後就 從此之後開始怕神主 對 下次遇到就 痾痾痾痾 氣力放進這樣 欸 喔 這邊開始兩邊出現了一點不一樣 這邊放下 慢狗開 這打得很穩喔 這邊Check打得很成功 因為怕去鬥士放招 去鬥士這邊在開局 就是知道對手會 感覺知道對手 怕他放招的情況 就在這邊選擇穩穩裸霜 對 其實那個Check這個選手 在目前那個TSO的比賽 大部分都是很穩的在打 很少放招 對 沒錯 因為他認為自己的基本上 是夠扎實的 那這邊還是來看一下喔 那這一回合 那這一回合 喔呦 曲鬥士很偷喔 15人口 然後先瓦斯主人口 對 再狗吃 對 因為這張地圖 二況不好守的關係 所以五瓦開 有一定的風險存在 那所以這邊的話 看一下Check這邊 喔 還是要五瓦開是不是 對 他可能這樣子 要多做幾隻後蟲 這樣的話 這張地圖其實五瓦開很賭 因為這張地圖沒有辦法封門 相對來說比較難守 人家如果說狗毒爆來硬撞的話 是不是很好守 對 甚至他 你並沒有辦法封死 對 那甚至他選擇去旁邊 殺公兵就好了 他可以繞開你的建築 直接去點公兵 不過還是看一下去鬥士之後 不過這邊放在瓦斯場 還是放瓦斯 比較晚放 但還是放 好 看到了你是羅霜 瞄到 要進去看 進去看 如果是燕 就會在那邊放個最終砲台 就進來就蠻緊的 應該不會那麼晚還放啦 他都是一開始就放 有 有 就孵化石一完成就要放 要藏在裡面 然後他那個一飛進來 就直接走過去 Say hello 對 就跟你打招呼 不過 因為這一回合開局比較不偷啦 對 如果你開局選擇是 先瓦斯再孵化石 你那時間點就晚了 就來得及了 他看到就走了 他也生怕被擊落 對 欸欸欸欸 好 死隻 兩隻去前線偵查兩隻 在家裡面做防守 好 過來這樣子看到瓦斯 那知道自己是稍微 開局落後了一點點 不過這邊對於確認來說應該不是問題 這邊的話瓦斯也已經挖到了一把 這應該也是他預料中的事情 本來就想要穩穩打 好 那這樣的話開局就可以看到兩邊 一化蟲這樣的話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一個VV的對決 沒有人用5R開 想進去看 想進去看 因為那兩隻一化蟲已經到前線了 所以沒有辦法堵起來 但是好像差一點點 有 有 被空邊補高 但是看到三隻後蟲了啦 主要是看到那個 也有看到瓦斯了 然後也有看到三隻後蟲 OK 沒問題 放下獨包蟲槽家裡面 喔 這想要硬衝了嗎 對 難道是想硬衝 因為他剛剛應該是 沒有嘛 他剛剛可能沒有看到那個瓦斯的採集量 他有看到那個卻殼在採瓦斯 但是他沒有看到採集的數目 對 對 那也有可能 那個獨包蟲槽是拿來保底的 這邊來看一下 王蟲那邊偷瞄 看一下二化蟲 喔 那Chaker放了一根第一次 喔 不過這邊後蟲有多出一隻 我剛剛要特別留意到 Chaker多出了一隻後蟲 大家要把蟲快往外出喔 那 現在就看最後這邊 有沒有答案來做一個錢 壓一化蟲 喔 有 喔 不過是Chaker在 喔 生了二本 很早 二本疑了 有點早 很早 6分10秒 直接轉防守囉 家裡面直接變了獨爆 對 那這樣子的話 那個獨爆蟲應該是真的 因為剛剛沒有看到那個瓦斯的採集量 他覺得有點心虛啊 不知道對方是不是束狗開 那Chaker這邊目前看起來 要硬看 硬看 沒辦法 我有看到大力的獨爆蟲 好 來了來了來了 Chaker 家裡面一次變了三隻獨爆 拿來開始做防守 對 Chaker應該是要直接做錢壓 然後家裡面開三礦 看這個蟲在每個屠色 畢竟Chaker他是沒有蓋那個獨爆蟲草 對 不過 這樣的話 有有有有有 所以他硬上嗎 他硬上嗎 我們來看一下 三礦已經下了 這是一個小錢壓 然後家裡面用 對 用這個壓制給你一點壓力 然後自己開出自己的三季 自己開出自己的三季 要不要溜上去 哎哎哎哎哎哎 哎呦上面沒有放一隻獨爆 他也怕上面有獨爆 對他也怕上面有獨爆 因為他沒有視野 對因為沒視野會怕危險 來 來 來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兩隻兩隻兩隻換 對兩隻兩隻 一般獨爆都是這樣兩隻兩隻最好的 對 因為兩隻兩隻可以一直換掉對方所有獨爆 第四掉了 這邊選擇放棄 不過這樣的話要反推了 我們來看硬化蟲 補的數量蠻多的 哇 毒爆要不要直接往前頂 其多一次補了二四隻啊 所有的卵都變成毒 那這樣的話 毒爆要往前走囉 有沒有發現對方三季 螺旋塔也放了 哎 有沒有發現對方三季 有 有看到應該要壓啦 對而且螺旋塔也放了 對 那看這一波有沒有機會啊 那個其多的兵是蠻多的 他們有三基地 這波兵真的是蠻多的 哎這一波 這波是自己開局來一個好機會 剛剛手術對方換掉大量的一個毒爆 這一波過來 來 不過去個這邊整個二本的時間點 是往後挪的喔 是因為剛剛打了一波的錢 因為他是先變毒爆 然後又開三礦 所以整個經濟是比較差的 哎唷 這要是炸滿懷就 就這場坑就去了 對就趕傷了 好 其多星 其多星他感覺是想要拖時間欸 他想要拖他的飛龍出來 他想拖飛龍嗎 對想把他的空軍拖出來 哎唷 你有必要總是整坨在那邊走嗎 要不要拉少量去換啊 哎唷 哎唷 有一隻去換 一隻去換 來來來 來不要 不要衝動 衝動是魔鬼 一花之外把他來去做一個騷擾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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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這個其多拉一隻趕快拉一隻一花去咬啊 其多這個操作 這這這關機 趕緊分出來 他這個籌合到底完全沒分兵 對 剛剛感覺是點不到那個 硬化蟲 這樣就表示他的硬化蟲感情很好 對 他不需要任何一個弟兄 對說好要一起 工兵出場已經補起來囉 飛龍現在補出來 這樣正面要頂一波嗎 是不是有沒有可能 來來來來 他這邊因為沒有視野 他其實不太敢亂衝 對 不過其多他的那個飛龍出來了啦 喔 非常出來了非常出來了 喔唷 喔 這個這個 看他的硬化蟲操作 感覺觀眾心臟還比較高 對 其多今天 這個這個異化蟲控的有點團結 對 感覺起來正所謂他們都聽過 一根 一隻異化蟲就可以被折斷 對 一群異化蟲就 折不斷 就折不斷 這會被毒暴蟲炸爛的 喔 來來來來 喔來來來 飛躺專門課毒暴 來課毒暴 來正面 正面 正面要來了 不過這邊的話我們來看 蟑螂已經出來了 飛躺的數量蓄起來 工兵補起來 對 這個飛躺 這樣的話其實是他有很大的那個 控毒的優勢 不過那個 那個 雀殼一開始就已經有在防守 他有跟每個礦都有防空塔 抓包 抓包 好 好 好 非常算不夠 其實這樣鬧的不算多 這樣等於沒鬧到 就殺了外面的幾隻王蟲 揮哥 真是太那個 太委婉了 太委婉了 兇狠一點 這個飛躺的打什麼 這什麼都沒打到啊 就等於沒鬧到 對對對 他打了最終碗還三下 最終碗還都沒點掉 只打了一點外面的王蟲 然後幾隻賭爆 只打了兩隻王蟲而已 那 哎 這個齊多 又下了感染蟲草啊 這我一看到感染蟲 就覺得他跳大龍 對他看起來是要跳 可是這邊的話 這邊 缺客這邊也已經 已經在升感染蟲的能量 第一位的感染蟲能量一出來之後 加上後蟲加那個蟑螂會硬打一波 對 那等等那一波的話 剛好會打在那個大龍出來前的那個 對怎麼守持一個關鍵 好 百生蟲 百生蟲 難道這是一個 傳說中的大後期的一個會戰 真是傳說中七小時的節奏 對 既然走了百生獸啊 這邊點 這個 加減點 百生獸如果出來了 確實你可以有效的 拖延對方這樣子的一個配備組成 當對方走感染蟲 配合蟑螂和W 往前點的時候發現 前面大概十隻百生獸 你大概就沒辦法打了 你就只能往後退 那其實現在那個齊多也是 有有有有有四隻 四隻王蟲 撿到王蟲海 好又來 好再一次 好又補 對 這個後蟲數量應該就算 對我們可以看到人口 其實你看那個 check雖然說是出蟑螂那一方 但他人口數量是反而是落後的 對因為百生獸其實也是胖之後 百生獸很胖嗎 對百生獸也是 確實這樣看起來算滿胖 三人口 我只是單純說他就胖這樣 人口 對三人口 然後三家四基地被破取消了 確可四基地剛剛被飛塘給打掉 對取消 那如果你要用走百生獸的話 自己的四況要趕快開出來 這樣可以確保自己一個破傷 對那雙方的經濟都是非常好 69比72人口 那個工兵數量 百生獸還在出 現在這樣看起來已經 這邊有七隻還有四隻 所以總共有11隻 目前看起來 雙方人口173比170 兩邊都要往上衝 對那齊多的防守陣線也慢慢拉起來 對齊多默默的在卡一口 默默的在卡 默默的在卡 還在卡 還在卡 但他沒有注意耶 有有有一次蓋的七隻 一次蓋的七隻太多了吧 他預防 我們還差26人口其實補四隻 四隻就夠了 四隻就夠了 他是怕被打掉 他怕被打掉 所以補了七隻 算是一個比較未雨衝繆的選手 對 這算是一個比較未雨衝繆的選手 他怕之後會發生一點意外 為未來做一些打算這樣 打算 感覺起來是一個保本型選手 對可能已經有買大概三隻保險在家裡面 喔 我也是有未來做打算 好這邊正面來 我們來看看 很醜 對感覺齊多 感覺這邊check要打進去 對 還是有點辛苦喔 要喝卡 好喔六口漂亮 穿 穿 穿 很穿 哇主框也被穿了 我穿 對那這樣正面打起來 正面 哇百身獸很給力 喔還有第四 哇百身獸很給力 這個百身獸的防守 超多 哇這個毒爆 對等到蟑螂全部完 打光以後 毒爆上去滾掉他的刺舌 對上面下來 來了來了來了 我們來看毒爆 不過毒爆被提速有點尷尬 毒爆走很慢 不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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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以 可以 可以我又非常小心 要被 非常非常 百身獸一個表示壓力大 哇這個小蟲被清光了 往後找一下又出來 好再來 再來一波 欸小蟲說到小蟲 對 竟然就一波被頂穿了 對小蟲 說好的百身獸給力哥呢 喔小蟲 對我覺得這個想法很不錯 但是沒料到 裝噴的組合輸出這麼強 我們還有後從這個補血 他剛剛如果說第四 再多一點的話會好 對第四如果再多一點 應該就守住了 可是他你看他是他抱了一點錢 如果說剛剛第四 再多一點的話應該是可以撐住 這一波 對那現在這邊的話 加一面只要兩橫礦區 那這邊加一面再變出一些東西出來 哇公兵要過來 百身獸出來 小蟲蟲出來 小蟲蟲 這個補血 這個補血很給力啊 激化蟲出來 飛躺 對我可以看到check的人口 其實沒有什麼在減少 對check前面那個後蟲 不是後蟲也沒能量了 但是已經撐夠多 對飛躺也被清光 對飛躺過去 只有點 好像只有點 煎草蟲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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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 百隻獸退到無路可退的地步 對起落山已經完全沒有錢了 是他兩個礦 退到無路可退 他已經變成跟工兵混在一起了 對完全一個混在一起 大家感情好 工一採掛都習慣 地板都天撲天撲了 大家感情超好 這個路跟台灣路一樣 天撲天撲 天撲 對不過這邊 剛才走的數量看起來 好像已經不行了 這邊起多大廚了 GG 我讓你check 用蠻力波把去頭石直接打爆 我們休息一下 好 歡迎大家繼續回到我們 TSO超級聯賽 星海爭霸2的一個賽事 剛剛上一回合 真的很精彩 那我們這邊先來看一下 我們第二回合去頭石 選哪一張地圖 在密林斯蒂上面兩邊的第二回合的較量 不過我覺得我們還是回來 因為兩邊沒放招 好 我們先回來聊一下第一回合 真的是感覺很像 就是你家裡面感覺到歸那種大後期 我們那些人是想說 差不多要去買宵夜的時候 對到一個政權過來直接擊倒 大家錯了 喔 居然沒想到這邊就頂穿了 就直接就頂穿了 對 不過那我們這邊還是請幫忙聊一下上一回合 好 上一回合 要先爆點位嗎 都可以看你 先爆點位 好 現在七點鐘方向 藍色的叢龍選手是來自 YSpyder的Cheetos 那在地圖一眼中方向 紅色的叢龍選手是來自 YSpyder的Cheetos 對 那剛剛我跟師哥也是稍微聊了一下 剛剛那一場 對 那其實一開始看到百生叢 我們大家都以為好像會打很久 對 就沒想到那個Cheetos 他直接轉換了他的打法 把他原本要做那個鋼蟲的資源 拿去做蟑螂 然後變成他前面有大量的蟑螂 然後加上後叢在那邊補血 然後頂住了那個百生叢的攻勢 我覺得是一個 就是選手的一個對兵種的了解後 我順便先提一下 這邊好像要放招了 Cheetos這邊 哎呦 哎呦 這個和平常不太一樣喔 對 在第一回合拿下了之後 發現剛剛對方裸霜 這一回合認為對方也會裸霜 直接選擇放招 看是不是要直接帶走 對 裸霜 尷尬 對 一個震驚 這個是獨爆喔 看起來應該是獨爆 對 Chuck大概也是覺得你應該覺得 你要裸霜來賺我開局 那我就試一下 對 直接帶走 反正第一回合贏了喔 對啊 那剛剛其實我在想齁 就是一個選手對於兵種的理解 原本我們一直以為 就是Chuck要走的是蓋籃蟲 對 確實沒錯 你走蓋籃蟲可以有效的壓制 飛躺的一個騷擾 還有獨爆的一個滾臉 對 但是他好像發現了對手 擺生了一個意圖之後 他直接把資源轉去爆了大量的蟑螂 然後變成蠻力一波 然後反而蓋籃蟲的數量只有一點點 然後直接正面就頂穿 那時候蓋籃蟲大概只有三到四隻 並沒有很多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選手的理解 相當相當的厲害 那我們這邊還是先來看一下 一化蟲來到前線 去鬥時表示壓力大 喔 四隻 這個其實行李一進 怎麼 怎麼 竟然我有一光蟲 不行 不可以 不要這樣 對 那這樣子怎麼辦 他可能要全部縮在洞裡面 對 縮好了 縮在洞裡面 這邊有個洞 要找個洞磚 來來來 下面的喔喔喔喔 還是要記得採礦 這種一化蟲來做騷擾 應該心中就要有個底了 就是對方打算讀爆了 所以他在拖你的那個經濟 對 他在拖你的經濟 他一波捅穿 所以這邊我們來看這邊 欸欸欸 發現 要包 毒爆 直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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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拉斗 用獅子 對 用獅子 如果獅子可以換掉 來來來來 沒有 很可惜 對 有機會媽 好 一化蟲你出來了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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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欸 這個工兵就這樣 索性不採礦嗎 取消 取消 沒取消 換掉一個 第二個第二個 毒爆 好 毒爆第二個換掉 好 工兵已經恩 你後面又來 完了完了 尷尬 說好的後從海 狗已經死光了 狗已經不勝 不勝被擊落 對 而且剛剛其多都沒有 都沒有在採礦喔 對 好 後從出來了 但是已經沒有了 喔 來來來 這個洞 後從卡好 卡好 後從卡好位 工兵的雙子 生六隻 對 後從要爆了 後從要爆了 後從要死掉了 後從要被打爆 完全這邊要直接帶走了 我們來看後面 這已經沒機會了 直接在二礦挖錢 但是 但是 整個部隊量很明顯的一個落差 對 三次完全錢 已經沒有辦法補出他的兵了 對 CHECK的操作真的是玩爆 驅頭的時候 這一回完全可以看到一個 毒暴蟲的一個保存 這個其實兩邊比了 就硬體之身功夫了 那毒暴蟲的保存 非常非常的完美喔 對 幾乎都有炸在該炸的東西上面 那我們現在這邊 工兵被迫跑 但是這個損槍已經是大了物語附加 人口差了9 11 完全沒有農民好 這邊驅頭打出了 GG 進去 我們恭喜 CHECK這邊 直接直落了 帶走 驅頭時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近期的是Rex對上Daisy 好 歡迎大家聚會到我們 TESO超級聯賽新函整八二的一個賽事 現在來到第二個對戰組合 那是由華爾斯敗的Daisy對上 是華爾斯敗的Rex 對 從中已經準備了一個月的Rex 今天終於要對上 聽說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準備這禮拜的三場對戰 目前已經連輸兩場 已經連輸兩場 今天退伍可對 但是今天Rex已經發出 剛剛已經 發出勝利宣言 發出這一頁 我剛剛在外面問他講說 今天有沒有信心 他說今天的對手比昨天弱 對 對 他已經直接唱歌了 今天的比昨天弱 然後我馬上就用我精湛的一個英文 跟Daisy說 Daisy說 我們現在看一下第一回合 的對戰地圖4 好 第一張地圖是在我們 Kinsengjong Station 四中研究站上面進行 我們請揮報一下點規 好 再來地圖 10點鐘方向 藍色的神族選手 是來自華爾斯敗的Daisy 來地圖5點鐘方向 紅色的神族選手 是來自華爾斯敗的Rex 都已經嗆聲說 對手比昨天弱了 今天看起來應該是 雄有成竹啊 對 今天雷雷一來之後 帶著一本厚厚的筆記本 上面寫了100種擊敗Daisy的方法 對 沒錯 今天一定要 他會拿出他最厲害的三招來對抗 上面 聽說這本上面寫著 擊敗Daisy的世界 的世界 你說那本書的名字嗎 對 擊敗Daisy的世界 擊敗Daisy的世界 完全是一個 哇 這個感覺 霸氣 霸氣十足啊 準備得非常充足喔 看他能不能拿 而且今天稍早你在問他 他還把他的那個杯子 舉向天空 做出一個拳內打的宣言 拳內打宣言 今天就是要A爆你 對 就是要A爆你 今天有對手 我都不知道 他直接說 今天就比昨天弱 然後我就想說 嗯? 然後你就直接跟Daisy說 其實這句話聽起來 如果我們以上一季的成績 確實是這樣子 一個第一名 一個第三名 對 一個第一名 一個第三名 聽起來好像確實是這樣子 對 但是總覺得這句話有點嘲諷 所以我趕快就跟Daisy說 然後跟Daisy講這個好消息 對 而且聽說Daisy在今天 他們在廁所遇到的時候 然後Daisy就用英文問Rex 聽說你準備今天的比賽 你準備了一個月事吧 對 然後Daisy就笑笑這樣 你怎麼知道 我不會告訴你的 到底 要不要蓋主堡 他突然是 敵用錢即時發放 對 這個感覺是 公兵有點稍微晚回來一點 因為你開場公兵去偵查的話 就是要干擾對方二框 那這樣直接讓對方一個不偵查裸霜 對 如果對方五瓦 不對不對 是直接要裸霜 你這個公兵 如果被他對方主堡 對 蓋在對方二框主堡 你優勢就出來了 對 尤其是對方像這種 你上去看到對方沒有兵 也沒有那個野煉場的話 你直接再蓋他一個主堡 在二框他就虧爆 對 不過這邊選擇 還有裸霜 因為知道對方裸霜的關係 直接裸霜非常安全 好 直接入裸霜 這邊如果是我曾經看過 曾經Ohex直接炸兵营 然後直接放野煉場 沒有 他那次其實沒炸 沒炸 它是直接補野煉場 它是補一個野煉場 然後再用建築學補起來 對 不過Daisy看起來比較沒有這麼偏激 對 Haze真的是蠻偏激 不過Haze也是因為知道你有來偵查 所以你看到我兵营的話 那你可能會覺得 我應該不會是野煉場 結果殊不知他其實後面偷偷來 對 山框就被蓋掉了 那現在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不過看起來Daisy這回合是打的 裸霜之後兵营 直接把科技往上開 帶走 一個最偷 經濟最好 科技最快的打法 對 是不是要直接轉一個 不過家裡面是雙瓦 對 雙瓦 那一般像這種裸霜BG開 幾乎都是雙瓦 因為你的瓦斯已經踩得比平常還要慢一點了 所以在這邊是不是要來看一下 對 因為畢竟這邊開局已經發出勝利宣言 豪宇的我們雷浩成 Rex 對 是不是在這回合 又是裸三開的一個情況底下 看起來是想打什麼就有什麼 對 昨天其實也是裸三開啊 但是就被人家上了斜坡 對 但是正所謂此意是彼石 對 今天的Rex已經不是昨天的Rex 對 已經不是最後 有多吃三個便當 呃 又中了一點 對 又中了 又更厲害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這開局門口放了兩個水晶塔 還不知道後面的走向 對 那一般像這種裸霜BG開的話 神族的第一支兵 就會不太一樣 有些會出追的 有些會出哨兵喔 那像他這種出哨兵的人 應該就不會再早期做一個壓制 會到比較中後期才會有壓制 還出兩支哨兵 看起來是要三開的是不是 對 出哨兵兩支的話 是有可能三開又有可能打贏過的 對 因為他哨兵夠多嘛 他壓力才會很多 對 但是直接裸霜充科技 打一波的其實我覺得 還是稍微低了一點 比較少見啦 對 也是有可能 除非對手真的很po 對 例如說現在經過翻 就有開四礦之類的 對 只要這時候五 六分鐘開四礦 對 但是好像聽說六分鐘 直接四技力放下去 好像經濟不會比較好 對 其實不會 對 其實不會 因為工兵也補不起來 對 其實應該是要等你的三礦 三礦的工兵都補滿 再開四礦 這個如果是神族人類是可以的 對 神族人類是可以的 主寶多 主寶多 對 主寶多 工兵就補得快 對 但你重組的話 你開四季地 你會發現你錢不夠 對 軟 不軟 有軟 沒有錢 那這邊張螺版廠下了 也是打得很成功 這邊就是上一回合 昨天的比賽 走一化蟲 後蟲 第一次 就會被雙上斜坡 最近今天選擇了蟑螂 出蟑螂 對 這個就是經過了一天的痛定思痛 對 加上他一個月來的筆記 上面寫說蟑螂 對 上面有蟑螂 那到底昨天為什麼沒有蟑螂 對 因為昨天對手不一樣 他這個是擊敗Daisy 不是擊敗Daisy的世界 還有另外一本書是 被如映擊敗的世界 被如映擊敗的一百個方法 對 完全 沒有什麼機會這樣 如映這一季真的是表現蠻好的 上季也是 真的看得出來他在台灣的訓練 然後整個進步的是蠻多的 那這邊的話 工兵一化蟲過來 果然是三開 好 三季地 七分 完全沒有任何意外 好 王聰偉過來飛來看一下 看能確定一下 你是不是有那種多兵 因為有些你可能三季開以後 他家裡是沒有補弓兵的 然後直接多兵打一波 這也是有 這邊升級 蟑螂蹲地移動 喔 蟑螂蹲地移動 有了有了 有機會喔 對 開始出現了一點戰術的感覺 這個玩客 要靠立場防守的邵兵喔 等等邵兵前壓 如果說那個母艦核心一個Record 那等一下蟑螂蹲地貼身的話 是很有可能直接把 就直接帶走了 那這邊的話先看一下蟑螂的補充 但是這邊好像沒發現就要出門 喔 在補一化蟲 有啊 應該有感覺吧 有應該有感覺 有這個FU 有可能是因為他看到對方開三框 他決定要去主動進攻 就剛好對方壓過來 可是這個沒有偵察到的距離也太低了嘛 因為有一隻王在對方家裡面 這個 喔 上去 看到了看到了 這已經在臉上 他真的沒發現 這已經在臉上 真的沒發現 不過蟑螂一次補出來很多 很多 很多 他這些異化蟲確實是有稍微救到他的命 還好還好 其實補蟑螂出來 這個蟑螂數量夠 好 立場兩個 立場方法相當不錯 這個B1旅扣 蟑螂等一下盾地移動就帶走囉 對 這個要直接從後面來了 說好的盾地移動 但是說好的盾地移動 但是說好的盾地移動 他還升級的是蟑螂的提速 而且那個Daisy他有很小心的 瞧他的那個母艦遊戲的位置 隨時準備旅扣 對 隨時要準備旅扣 他只是給那個 Rex一點壓力 好 這邊要 好 旅扣了 直接走 好 但他不知道那個 Rex這邊的 蟑螂是有埋地的喔 而且直接往前走 要直接來囉 對 直接來囉 這邊要後面爆出大量的一個 對 這時候剛好是那個 Daisy的空窗期啊 這時候閃追升到一半 VR也還沒好 沒有辦法出不休澤 對 不過這邊還在補公兵啊 這個不是要 考慮一波帶走嗎 對 說好的打一波 橄欖草 這個是 完了 這個是傳人士的百生獸 這難道是 埋地蟑螂打一波之後轉百生蟲了 哇 我們的雷克斯 雷克斯 對 雷克斯難道又要打出經典戰役了嗎 對 又要打出經典戰役了嗎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他真的 真的剛剛如果說 毛起來爆蟑螂真的有機會 這個如果他毛起來爆蟑螂 直接盾地A臉上 真的是有機會 直接盾地動A臉上 真的就在 我覺得是有機會 哨兵吃瓜那個可能就 對 而且因為他選擇的也不是不朽 他選擇的是 散追 對 散追 然後他VR慢的不需要掃 哇 不過現在這樣的話 這個時間點 你現在要轉 哇 對方直接來了 看到了 看到了 這個盾地 看在 沒有這邊 這邊那個DAY只是打一波啊 這三礦哨兵散追 然後加OB的組合 對 不過這邊百生獸出來的時間點 如果有機會 對 好 要從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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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後面有一個岩石可以打掉 直接從後面跳臉 要從後面跳臉 要從後面跳臉 要來機油操作 對 瑞斯這邊也是有做 小細節的 這邊知道你要從後面來了 但是這邊該很寵 是無敵的 因為這邊沒有掛打者 欸 掛打者應該 有掛打者嗎 沒有 我沒做欸 他沒有下... 有 他其實知道 沒有掛打者 但是不知道飛到哪裡 對 有一隻掛打者 來了來了 來來來來 跟上了 把農咪... 樹兵...他的兵很多 那個Dajer兵還滿多 他立場放的... 哇 這個... 這是在秀嗎 對 一二三四五六七個立場 七個立場 這場又中了一個七星陣 對 用七個立場 隔掉對方七字張 算是一個... 算是一個相當... 相當豪邁的... 相當霸氣的一個操作 對 相當豪邁的操作 這邊的幹蟲數量應該已經慢慢續起來了 我們看這邊要開門口 百生蟲已經要出來囉 第一次來 百生蟲 百生蟲 好 這邊要做一個包夾 小蟲 但是後面的部隊好像太少了 在被跳臉 對 要被跳... 這後面部隊太少了 他這個哪來的信心啊 各位兄弟的包夾 結果是被包夾 結果人家直接往後跳了 理都不理你 各位 百生蟲 這邊Dajer可以往上跳啊 真正的百生蟲 要封門了 要封口 要封口 他發現意圖 要封口 但是小蟲蟲 封口 天啊 到人 這個連續兩天被封兩次口 傳說中 被封口的男人 對 被封口的男人 封20口的100種方法 完了 說好的 說好的 直接帶走對手的 對 這個主況應該是沒有救啦 說好的這個我們走了 百生蟲這場要打一個小時 對 但是感覺不到一小時 這個上來了 上去了 為什麼沒有立場 上去沒有立場 做了一場好夢 立場就來了 來來來 後面王蟲表示壓力很大 對 主況已經沒了 而且後天王蟲表示 奇怪這邊怎麼都是神族的部隊啊 救救我 王蟲飛有夠慢 那這邊直接 直接用人進過來 再過來做一個騷擾 對 哇 這個完全是 完全是被 被打爆 被掌握在鼓掌之間 對 玩肉在鼓掌之間 一個立場 賭三框又掉 這個已經 哇 剩二三隻攻兵啊 那這百真蟲 只剩下那一百真蟲可以不死而已 他完全 我覺得這已經完全幾乎是沒有機會了 我們來看最後要靠 百生獸這個 對 一個 他可能要想辦法守住那個二掛 對 要想辦法一個旅扣 哇 這個旅扣 直接帶走 也是在秀的感覺 我們看家裡面已經是一個大量抱錢了 對 不過那個Daisy這邊的VR 他VV沒有第一時間放啊 不然的話如果說再 在剛剛再順一點的話 應該就是旅扣回去之後 巨像已經走出來了 那這樣直接再推一波可能就倒了 不過現在這邊看起來也是 還是啊 也是沒什麼機會 因為我們看人口差了50 而且是兩礦打三礦 現在三礦其實有開出來啦 不過這個感覺是經濟不好 公兵的數目應該剩下幾隻喔 現在是23隻比68 剩下23隻公兵啊 這個是非常非常慘 23隻是單礦 好 好 這有沒有要跳臉啊 要直接過來藉由操作吃一吃嗎 對 可是他因為歐比可能沒有在這附近 啊 蟑螂 然後下面的蟑螂 蟑螂被抓包 蟑螂表示 Sorry Sorry 對不起 我錯了 這邊 有百生蟲跟在後面 對啊 而且那個百生蟲其實數量也 也不夠多了 因為經濟太差了啦 我們來看這個小蟲就被秒掉 好 OB來了 百生蟲一個趕傷 對 OB已經過來了 那殺巨像你在生喔 兩個VR再出一次兩隻巨像再出喔 對 又是一個人禁的雙線 哇 這個你百生蟲繼續在那邊 逛大街也不是辦法喔 對 欸這個Race完全沒有注意到這個人禁 對 他自己的刺激力被打喔 追對雙非常多 對喔 完全就是一個慘不忍睹 然後這就是開局霸氣槍槍之後 帶來都惡果 說好的要全力打對方 對啊 說好的對手比較弱 對 完了完了完了 這個塔夢 而且那個因為立場有隔在那邊 那個後蟲想要點那人技也不太好點 他被一個立場隔開喔 那其實這是一個操作上 一個小細節喔 操作操作非常非常到位 我們還又繞過右邊 我們人口還是差了70 對 那殺了那個DASY部隊沒一彎 應該已經有兩隻巨像了喔 殺了70人口的 蟲族打神族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打 一般應該是反過來 對 一般應該是反過來 應該是反過來 然後可能神族還優勢這樣 反過來有差那麼多嗎 對 反過來應該蟲族去A神族才對 對 他用不下來被帶走這樣 那現在這邊我們看 好 一個環球 一個環球 對 說好的應該是綠光 為什麼變藍光 藍光 因為他那個啦 因為那個色彩真效啦 好 顏色 顏色變可愛了 那我們人口現在差了一倍 101比199 對 而且這邊DASY居然是出了兩台人進 這是傳說中的雙線空投 對 三線空投 雙線空投加正面 雙線空投沒有正面 那是一個三線開打 對 完全是一個秀操作的概念 對 其實已經很少見了 因為一般神族是不會做到兩台人進的 畢竟他人進很貴 而且沒什麼特別的作用 而且現在滿人口已經沒辦法刷兵了 對 好 這邊投三隻燒兵 好 正面 又要再來一次 正面要來了 再次封口 再來封口 結果封口發現裡面沒東西 哇塞已經是搶子之末了 好 直接正面打就好了 這完全就是 正面完全就已經四十具象了 四十具象了 那個小蟲根本就活不了 就直接被燒光 直接就被燒光 燒光 然後就直接跳上去 然後把這 把對方擺這種點光 然後就笑納比賽的勝利 直接一上來千金爆到四千多塊 四千塊啊 對 完全一個好野人的概念 我們來看正面 小蟲蟲上來 好 追蹤 哇 感覺小河要融入大海之中了 小蟲融入大海了 立場一格直接打 出了幾句 恭喜Daisy 因為拿下第一回合勝利 稍微休息一下 好 歡迎大家就位到我們TSO超級聯賽 現在是我們的賽斯 那現在來到第二回合的比賽 那今天是由 這個Daisy對上的是Rex 那目前Daisy是1比0領先 那第二回合就由Rex來選圖了 對 看一下 不過這個第一回合真的是 真的是 感傷 對 真的感覺一開始我們以為 他是要用那個擺地上去 直接去突破那個Daisy的三框的防守 對 但是他後來又選擇轉了百生蟲 對 然後結果百生蟲沒有抓到什麼 他就這樣跳臉 對 而且又被封門 對 然後連續兩天被封 對 人生就在被封門當中度過 對啊 這真的太感傷了 不過我們還請會來報一下點會 好 在地圖一眼中方向 紅色的重組選手是來自 White Spider的Rex 在地圖一眼中方向 藍色的神圖選手是來自 White Spider的Daisy 真的還要特別 以後可能還要準備一本書是 抵抗封門的100種方法 對 五分鐘學會如何防封門 對 那個封門真的 其實那時候看到 人家來你的後面那邊說 就已經要想好可能會有封門了 對 其實就要準備好了 對啊 因為其實從那個Rex的視野來看的話 他其實看不到對方的部隊 對 但是這個細節是應該是要做到的 還是要小心 就是你要隨著方 因為其實你在自己的二框那邊 其實你要部隊拉上來 是一個不會很遠 不會很遠 很近啊 就在上面而已 不過我覺得打一波真的是 如果當你剛剛那場比賽 買地蟑螂一波 我覺得買地蟑螂一波 不用升蟑螂提速的沒關係 你直接升蟑螂的盾地 盾地移動 然後直接往臉上擠 守住第一波後面全部爆蟑螂 然後往臉上擠 然後把哨兵吃光 對 就帶走了 就很有機會 因為那個旅扣回去對方已經沒有能量了 你只要把哨兵吃掉 那行臉剛好就是那個Daisy他最薄弱的時候 只有哨兵跟少量追獵者 然後用力的往那個科技往上攀 沒什麼兵 我看還是 想打一個中後期 不過今天看起來 我們以往他百分之后就覺得 看來今天是要吃宵夜 但是今天的兩場百分之后都很快了 都是一個秒殺這樣 百分之后一出來 意味著比賽的結束 原來百分之后是一個 是一個據點王 都不怎麼回話呢 不是不怎麼回話 是他回的話你很難接 很難接 是啊 嗯 嗯啊 不知道 不知道 輸了 GG 而且都是悲傷的據點王 感覺真的是 好那他這場又選擇裸三 他偵查到對方 只要不是 他只要偵查到對方 不是野獵場 他就是裸三 我覺得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當你拉了工兵出去之後 你就要想辦法來自己各種 包括那個台灣的選手楊家鎮 他也是 甚至他也是偵查到對方是BG塊 或是直接裸三 他也會選擇直接裸三 對他也是直接裸三 大概你只要打黑蛇的時候 他特別小心 打黑蛇他不管你看到什麼都不能裸三 太危險了 對你太恐怖了 對上次就有一個就中獎 看到什麼 然後這個安全 對裸三 那個很安全裸三 沒有一個安全的 惡框跟三個都不見了是這樣 沒有狗吃啊 對 在黑蛇的之前 就是只要裸三 我就是光砲你 光砲你 不管怎樣我就是要光砲你 其實應該說你在跟黑蛇打的時候 可能你看到的東西不一定是真的 你可能要二次偵查 對真真假假假假假假真真喔 對 因為其實黑蛇他有講過一句話 那也是當初那個 華伊斯拜登的教練那個DAS 講過一句話 就是神族就是要讓人家摸不透你 對 那他也是把這句話就是 奉行在他的那個比賽的那個風格裡面 喔 原來是這樣子 對 果然是一位就是 打法摸不透的一位選手 對摸不透 不過也是因為他的打法摸不透 所以才會很常看到他在一些比賽裡面 有那種異軍突起的一個 對打贏很強 像是打贏那個解凍 打贏解凍 打贏Bomber 近期的打贏Bomber 這其實都是一個 讓大家眼睛為之一亮 對真的真的 那真的非常令人興奮 對 就覺得哇這個真的是太令人 喔喔喔喔 直接士兵贏 士兵贏 那到底遇到對手士兵贏 我們的雷克斯 對 他這個開局傳說中 他這個開局是比較好守士兵的 對 來看一下 一根第四後蟲持續補 好 這些一化蟲直接衝到家裡了 那你後蟲要送掉了 後蟲 後蟲要跑了 後蟲要跑了 對一化蟲 有第二隻 這一化蟲他想要用後面伸出來的來幫忙守 對 第二隻 傳說做的神操作 好好好 還行 聲音低 還行第三隻後蟲 要不要想來個第四 好極限 好極限 雷克斯選手今天好極限 雷克斯這個 哨兵會不會跟昨天一樣被擠出來 有沒有機會 前面居然有一隻攻兵 補了一隻狂彥師 那隻攻兵還是 他預防哨兵被擠出來 對 他看到昨天隊友 要不要下第四 下一根第四後蟲持續補 這邊升級的是 飛機的一攻 這場難道要打一個全虛空的戰術嗎 唉唷 唉唷 但是 他升了空軍的一攻 但他沒有 星際之門 這個Daisy打出一個領先全球的新打法 決定先選擇升級他的一個一攻 對 空軍一攻 而且重點是 他還沒有蓋VS嗎 對 不用 不用 他是先升 真正的 這叫 這就是所謂的魏與籌謀 真正的魏與籌謀 對 就是你看得遠 我看得更遠 我已經看到八場以後 我有 八場以後 這個 應該是今天晚上半夜大概兩點鐘的時候 對 我在天氣上遇到一位那個 重組選手 然後進入一個大後期 他必須要先升一攻 對 我出了大概八隻的虛空六隻的暴風劍 對 那一場比賽我因為工坊的關係 輸了所以他這場先把他的工坊升 對 而且他的科技建築完全跟那個空軍工完全搭不上 這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他能不能仰賴一個重力的一個 一個重力的一個概念 讓我這個 讓不熟成可以 帶到未來 哇 這個真的太厲害了 這個完全這個想法很 很有前瞻性 對 真的非常厲害 都放下機械製造廠了 就要知道他真的是這個想法 對 他是他完全沒有蓋 空軍都不出 完全不出空軍 但是升了空軍一攻 這真的是非常了得 對 他快升完了 太好太太 他這有可能是想要用那個 機械製造廠給對方一點假象 等等後面就一次藏了三個VS在外面 不然他應該要用機械製造出空軍 用機械製造出空軍 這可能會被鎖帳號 不過這邊正面還在壓 這邊還在壓 這不斷給對方壓力啊 因為後面可能是要直接接一個三不熟 帶空軍一攻三不熟 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大量的部隊主人他帶一攻 他帶一攻的是那個母艦核心帶一攻 母艦核心帶一攻 這裡有一攻啊 哇 母艦核心帶一攻好強啊 這個真的是不容易耶 太神辣喔 因為他母艦核心帶一攻耶 對 這個這個理解真的是最新的 真正的 韓國META 真正最強的一個母艦核心 大概就在這邊了 好 那這個地面一攻是沒有升級的 沒有人在升級地面一攻 現在最潮 現在是不升地面一攻 對啊 你不懂 不要在這邊說出來讓你笑話 你不懂 你不懂在那邊講 這邊還做了很多的後蟲 那就是為了要防守 這前面的接口還是什麼 對 喔 不過後面接著是不熟者 後面帶著這不熟 正面的部隊 不過這邊 絲刷拆掉 這邊其實也蠻特別喔 他因為原本造兵是打到那個 門口的異化蟲 但是他把他堵起來那個距離 要把他來不及 對 打不到 因為這邊要轉 直接要轉三不熟 這邊是已經來到了七兵 七兵三不� 對 帶著母艦核心 攻了一個三不熟的配兵組成 對 這個打法真的 相當大 那這邊的話壓力持續給著 這邊我們看升級了二本 欸 這樣Daisy會不會等等 用不熟者去打對方的後蟲 把對方後蟲打完他的空軍 那個一攻的 武艦核心無敵了 對 武艦核心 對 升級了一攻的武艦核心 你聽說打工兵 快很多 對 特別厲害 對 特別厲害 他的攻擊力加1 就像機槍兵攻擊力加1一樣 喔 那真的不得了耶 對啊 沒錯 提升20%戰鬥力 其實這個很高啊 不是開玩笑 十幾%啦 應該6加1 我記得 相當強悍 那這邊雙方一個人口還在拉扯中 不過不管怎樣 最後這個 Daisy又帶來一個新氣象 對 喔 剛看錯 喔 Daisy還是 他一直把他的部隊放到前線 如果說你要硬包的話 我就可以不扣走 那其實又是不斷給瑞士壓力 3不朽 3不朽 2本要完成了 對 帶空軍一攻3不朽直接出來了 3不朽 這個地面一攻勢還沒升好了 這Daisy應該也覺得自己怪怪 為什麼這個經濟還給他們打起來 感覺不太一樣 少100瓦 對 不方便 對 不朽 這個看起來總覺得 今天母艦核心看起來特別的 特別威猛 特別強 平常就已經很強了 但是今天看起來又比過去更強了一些些 不知道強在哪裡 對 不知道強在哪裡 對 看起來這顆母艦核心有一點在發光 那母艦核心看起來 其實他那動畫蠻酸的 你有沒有看到中間一個球一直在走 對 還推在走 這個大一攻的效果 對 哇 裡面 哇 真的很吵 真的很吵 很吵 來 直接要往前推 這部隊數量很多 十八方人口數量只差10而已啊 對 知道這個要怎麼守 其實不好守喔 對 這一波 正面的部隊上來 這個要硬上了 公平拉出來 這個位置扶 後蟲 後蟲能量 後蟲能量 補起來 對 有點機會 母艦核心先點掉 母艦核心掉了 後面蟑螂包上來 一個神包夾 神包夾 神包夾不錯 神包夾很強 母艦核心點掉 母艦核心一攻的母艦核心掉了 對 但是這個立場放的也是蠻好的 在一攻的母艦核心掉了之後 感覺起來神主的部隊已經 遜色很多 對 但是 但是部隊還是很多 但是三不熟還是很強 對 三不熟一隻都沒掉 現在人口數量是持平的 對 現在少了那個一攻的母艦核心 但是感覺起來 這個部隊量還是有點強悍 那這邊的人口已經開始落後 對 開始轉刺蛇 對 我們看 這邊後面續的病 完全就只有續哨兵跟狂戰士而已 對 我覺得這個吧 其實包的算不錯 但立場真的放很好 所以主要也是部隊量不夠多 對 部隊差太多了 好 直接包上來 好 立場還有大概五六發 對 但是還是虧到爆 我們來看這邊開始補自己的 上來 好 這邊上來 立場也沒有打算放 對 反正打不贏啦 對 因為有調整人好正想 狂戰士在前面喔 那你的狗是貼著狂戰士的情況下 他是不需要 他是不需要的 對 那這邊的話 彈頭直接被打爆 後面再出刺蛇 轉出大量的刺蛇 關鍵刺蛇正面 但是沒有三礦支持的話 刺蛇的數量是不夠的 這邊 這經濟是撐不起來的 對 經濟真的很差 很差很差 這邊其實如果他補扣回去補 沒有補扣 走回去 開始下自己三礦也是有缺 不過 我們來看這邊正面要來 刺蛇在後面 磨刀霍霍 有種過來正面對決 好 來了來了來了 這個立場 部隊展開 男子漢的一個對決來了 感覺還有立場 後床沒有補 後床沒有把地勢補起來 對Daisy看他的部隊輸讓贏隊 要很多直接往前頂了 直接往前頂了 有沒有機會 帶著四場的輸出 難道又要封口了嗎 對 難道又有機會 帶上主堡 放主堡了 放主堡了 你說 你說 你的對手比昨天弱 現在對手被放主堡了 要哪一個 要被停掉了 天啊 Daisy這場 對 這一場沒有辦法放到第二個主堡 難道我們要 這樣Daisy一定很傲慢 跳舞了 這場看起來 是要直接帶走 我們剛剛直接一個跳舞 刷出了第二輪的部隊量 把Veggie 重新點掉之後 打出了 繼續 恭喜Daisy 是以2比0 直接帶走我們的Rex 恭喜Daisy 那我們今天一個賽事 就以Track以及Daisy 2比0 分別兩首都是以2比0 擊敗對手 那我們這邊 稍微來看一下我們下週的一個預告 好 那我們下週11月10號 禮拜六呢 我們的SF2是友藝對上了 是TRI OUT 現在這番二的部分 VANILA對HUSKY 人打人救命啊 HAS隊上SEN 下禮拜六絕對不要錯過 非常精彩 對 人打人HAS隊SEN 禮拜天1月11號 我們的SF NEWMAN對上了 是MOTHER QUEEN 以及我們的Daisy 對上Chillose SEN又要來對上我們的HUSKY 兩天的比賽都是精彩可惜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收看 我們的一個貼手 超級天下 新海爭霸的一個賽事 然後我是今天主播SWASH 在旁邊 謝謝我們的 謝謝SWASH 對 那我們謝謝各位觀眾的一個收看 我們下禮拜見囉 掰掰